壞 好强壮 好强壮的男人 仅是一群气息异赛 就叫我们騒动故意 若是能与他交合 那该多数 昨天 玩了慢慢 何不与我们姐弟爱人一起 乌山影里 共写了伤心的爱 刚出碰到娘娘 最受害到我们姐妹的本人 老天该不会是佟祖宗大成 成功真心的吧 嗯 秦喜啊少爷 罗荣 怎么是你啊 我刚才刚梦见 我跟清白暗蛇双修 好事全被你给打断了 少爷 老爷闯您呢 他不是让我在这闭门思过吗 怎么 那又想出什么招来折磨我呀 老爷说啊 你们未婚亲过来找你了 我媳妇来了 走找我媳妇去 爹啊听说我没女媳妇来她人呢 你个小兔仔 八辈子没见过女人是不是啊 你看看你爹我如此的玉树临风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 等着吧 你的未婚妻马上就到了 我走 你们是什么人 呃天儿 给你介绍一下啊 呃 这位呢就是你的未婚妻兰秀儿 而他旁边的那一位呢 就是他的师尊明星 就是罗天儿对吧 那我就长话短说好 我兰秀儿出身于中下豪门世家 男家 我父亲兰蒙乃师兮元帅 而我又在上个月 成功败入神武王宫 明星张老门下 前途不可限量 所谓龙女蛇不相谋 并一个村子里跑出来的 废物小猫老 父亲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而已 你觉得你还知道 你也知道 你还记得不及 你都把我家说笑 你都想 什么 接下来是不是要说 若是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那一套 来托我家兄儿的后头 那定是无稽之谈 小子 你根本知道我要说什么 看小程序短剧啊 这里面的人都这么说吗 都背下来 哎 老爷子 你们这是不是在拍戏啊 导演呢 摄像机呢 好厉害 不是 现在对你们演员的要求都那么高了吗 还要一定起功 这总卖啥 我告诉你 小艺千处创业 用这样的一位师傅 打未来的成就 你就算拼了命 也不可能追上把分头 哎 谁啊 哎 你也打那个 那个贵 批这个 这个费 小子 招 啊 化起成刀 这人是宗室至上亏神尽强者 哼 你们这些蝼蚁 才有点见识你我师尊早已逃过归神尽 号称战神之下最强 碾死你们 如碾死一只蚂蚁现在 是怕 现在乖乖的跪着你 先见一下 给本小姐 鞋 没准本小姐心情好了 让师尊化 能不能 不舔鞋啊 直接舔脚 混蛋 师父 你要帮我证 龙剑 别说我一大气息 我给你两个 一 我 百命全族 二 现在跪在我家上面去 让他废了你半天 还断你的四肢 挖住你双眼和扯头 让性好好复兴你这种恶剂 搞你全族性命 选吧 选呀 再选吧 秀 你说说我们两个家乃是视角 就算婚事不成 也是如此 是吧 我们罗天的爷爷也曾救过你爷爷的性命 你们何苦羞恿至此 我爷爷让你们救了吗 还不是你们罗家为了自己的名声才这样做的 蓝家 从来不欠你们任何东西 你 你 我爷爷 在夏天天 能够这独立全公才杀你 天儿 你快跑 我们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帮你挡住这亏神经强者 但罗家铁股争争 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我 绝不受他们的威胁 爹 三叔 二姑这剧情不对啊 怎么突然就上升到灭门了 现在电视剧都这么奔放了 华福屋门 为人自账 你休想再装疯卖傻下去 想活命 今天必须跪在本小姐的脚下 你是要活还是要活 你选吗 嗯 快点选啊 罗家人 这就是你们拼死也要保护的懦夫 哎呀 你们招什么急啊 你们剧本都没给我 我这不得现场想着 你催催催就知道催 你催的我也想 小哥 看来今天就是打定主义 要光达到底了 既然如此 没做现在就送去上路 芊儿小心 你过来呀 这 这 我要过 这 我 我要过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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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 我 我 那老老老公 美女你要不要信念感这么强啊 都杀青了不用演了 何天 我要我妈现在老鼠到什么时候 我承认 我承认你是很强 可是 是你杀了明星找老 真是王国不会放过你 而且 而且我是为家少主的女人 那家也不会放过你 闭嘴 臭白虎赶入我家少爷 我认你很久了 你你可打我 臭白虎赶紧滚 再不滚我替我家算一遍了你 你你没给我等着 神武王 我为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哎呀天儿啊 这下我们罗家踏过临头了 啊 啊 爸 我们刚才不就演了场戏吗 怎么就大获临头了 你还以为我们是在演戏啊 我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蓝家 中下豪门站不住时 神武王宫更是横崖一世七零八道 我们罗家同时得罪了这两大势力 死期将至了 哎哟 爸 你就别动我玩了 我媳妇都走了 我回去睡觉了 哎呀天儿 我知道你不相信 啊 你看看 这是刚才被明星批坏的石头 你看看真的假的你看看 这锤子都敲不碎 它是真石头 它不是真石头吗 好 学校 这这石头能作假 啊 那个被明星飞出去碰坏的屋顶 你看看屋顶我们都不能作假 合着你们刚才没演戏 你们玩真的呀 哎呀 你现在整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南家和神武王宫都是一向大劳 说 马上就有人来我们的编辑 陆土我们罗家满门 那 怎么算呀 那你们快 南家跑路吗 这上次不知道 你这天地大 愣什么神啊 快跑啊 跑 神武王宫监察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怎么跑 更别说蓝修尔的背后 还有一个号称神武王宫之下 天下第一号门的魏家 哈哈哈哈 就算到时候跑的话 跑是跑了呀 可是魏家和神武门的人 他们会迁怒全村的人 到时候 可是屠村啊 哎呦 三叔 爸 别吓我了 你快点想办法呀 呃 围巾之计啊 天儿 哎呦 只有靠你已经孝道了 你这样 你现在一个人 啊 就神武王宫父亲请罪 用你一个人的命 来换我们 全村的 爸 啊 不是你的亲儿子呀 啊 你明知道生皇后杀了我 为什么还要让我去送死啊 天儿啊 为父教了你十几年的小道 啊 你你是最小顺的呀 你想啊 你一个人死 总比全村都死了强吧 哈哈哈哈 这你一个 总比死全村强吧 啊 哎呀 大哥你就别吓唬天儿了 哦 吓唬 爸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呀 咱们罗家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还得等着我给罗家传统接代呢 哎呦 啊呦 哈哈哈 啊 为父的早就看出来 这 兰家不靠谱啊 所以另外可以选择了一门婚室 你马上进村赶往地住 去找吴家大小姐吴宇 有你们尽快晚婚啊 姐 我刚刚那桩婚室刚差点把我害死 你怎么又给我介绍一桩婚室 哎 这吴宇柔可不一样 那可是忠夏出了名的大美女 那那男媳妇可是不能比的 而且这吴家吧 他的家族也不有一些背景啊 你若是能成为吴家的坠绪 那怎么罗家有丢了 天儿 三叔可是给你准备了彩礼的呀 啊 拿好了 记住 一定要去到吴宇柔 这直接关系到咱罗家的身心存亡啊 记住 一定要去到吴宇柔 可是我从小就没出过咱们村啊 哎呀 天儿啊 没有什么可是 你可是全村的希望 挺好顾的啊 现在呀 你进城去 也为我宫村打发 哎 老爷 以你们的实力 别说区区亏神境 就连整个蓝甲 你们都能一只爽拿捏 为什么要骗少爷进城啊 罗隆 你的罗家无敌大法 变到第几重了 嗯 三 三重 二妹三弟你们呢 嗯 第四重 大哥 我虽然天赋一笔 财貌当前 但是我也只练到了 第五重 在天儿十年前就已经练到第九十九 什么 天儿将会是我们罗家千年以来第一个红尘线 红尘皆苦为仙有好 如果天儿不能借此机会得到历练 那他就无法踏出修炼成仙的最后 能为真正的气 可这跟吴与柔有什么关系啊 天儿乃是万中无一的荒谷圣体之刚之阳 而那吴与柔则是广寒灵体 他可与天儿阴阳相近 祝天儿踏出登仙路上最重要的那一步 当然 为了防止天儿进城以后以实力成平 我故意没有告诉他真相 也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妙啊 老爷 阴阳合计 红尘历节 您这部棋可谓是阴阳挂角 小子对您的佩服啊 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有如滚滚黄河泛滥不及 哎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天儿 你都听见了 哎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天儿 你都听见了 听见 哎 找到了我的老婆本 哎 哎 哎 哪里来的小霸佬 别敢擅闯无家的庄园 哎 两位大哥 我没有擅闯 我是要进去 找我媳妇无欲柔的 我们大小姐 刚刚力展三代宗师 受风中下战神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小霸佬的老婆 快 一会儿告你擅闯明摘 哎 哎 哎 你们干嘛呀 我都说了我是去找我老婆的 你们好歹也是大湖人家的保安 怎么那么没有素质啊 跟我老婆一都说人家出来见了 原来是个小 别给他看 把他鼓打 哎 你别乱来啊 再乱来我放弃 哎 哎 哎 姐 你没事吧 这个气费 曾总是没报 但你帮我做伤 那子里看看他伤了手 我知道了 这怎么都躺了 哎 敢在无价状元导弹 今天你擦擦的头 不是 这什么意思呀 你们是在演戏是吧 你们也是剧组的 哎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走错地方了 我是来找老吴宇柔的 现在 我能走了吗 站住 哎 怎么回事 给我上 哎 别乱来 我报警了 你说 我说大哥们 你们演技演员太拙劣了吗 我碰都没碰到你们 我不是你们组的演员 我只是走错地方了 那我就先走了 等等 二小姐就是他打出我们好几个兄弟 刚才的动静是你弄出来的 什么动静啊 哦 你就是这个组的导演吧 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 我不是你们组的演员 我是来找我老婆吴宇柔的 臭小子 打上我们这么多兄弟 一击走错就要混过去 休假 您血口碰人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打你们了 你们好歹也是大剧组 你们拍戏就拍戏 怎么还碰瓷啊 我我都说了 我是来找我媳妇吴宇柔的 我现在能走了吗 你没走错地 吴宇柔的确在这 跟我来吧 你就是那个 自称我未婚夫的男人啊 你就是吴宇柔吧 哈哈 我叫罗天 我是来和你玩婚的 玩婚 啊 你说你叫罗天是吧 长得倒是挺不错的 不过想娶我的话 得先拿出本钱来 本钱 哦 你说彩礼是吧 这个是我家里给我的老伙伴 都给你 你敢羞辱我 羞辱 我什么时候羞辱你了 你要财礼我也给你了 如果财礼的金额 你觉得不合适 那咱们好商量 废话少说 自我进阶战神以来 还从未遇到让我提起兴趣的对手 你说你想娶我 那就先问个我 神经病 我早就该想到 你根本就不是吴宇柔了 你们两个都是这个剧组的演员 你们剧组亲人也就罢了 还把我骗到这来演戏 我还要找我老婆 我先走了 想走 借我一掌 哦 别吵 哎 真上去 仗义之上 我不就是 不想娶你吗 你怎么就脱上衣服了 你别过来 退后 你别误会 我就是想给你披件衣服 这样不哑观 够了 我知道 你实力超全 但是 你没必要这么戏弄我们姐妹 就算今天你把我们姐妹都玷污了 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 不是 你演戏就演戏 怎么这么肯下本啊 你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什么实力啊 我就是来相个亲 结果就被你骗到这里来 被骗到这里来 又被你们给赖上了 我多冤啊 这小子真会撞 明明实力超全 还装什么都不知道 气死本小姐了 竟然敢羞辱我倒 你可知道 我明明饶乃中下第一女战神 可杀 可可辱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我根本就听不懂啊 废话少说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你动手吧 别玷污我姐 要玷污就玷污我吧 可是姐姐 还是战神 玷污 他们有成就感 来来来来 快点冷静一下 有什么这种他们 我接下来再说好不好 不会啊 兄弟你们去总班太慌 我不是伺候了 慢慢 扫不敢扯 就是我让你走 难道他真是没想对我们姐妹做的人吗 就算我做的人 也没必要这样的实力 让你喜欢人 我现在占过人 算他就是什么招手 就是想想 今天的事情 我们跟任何人说 因为 大家应该是人的民族 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 小小玉柔 你们这是受伤了 一点小伤 没什么事情的爷爷 谁伤的你们 是一位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实力在我之上 至少我之尊境界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派战夫人去调查此人了 很快 就能得到他的资料了 爷爷爷 您为我许配过什么婚约吗 不错 当年罗天的爷爷救了我 我甚至将你许配给了他的孙子 罗天 实在是 你怎么知道 什么 罗天竟然真是我姐的卫科夫 爷爷 刚刚 欺负我们的 就是我的卫科夫 罗天 他刚刚后来跟我李小辉约 我以他决道 他将我战败后 就走了 似乎 把我们这儿当成了拍戏的片场 以为找错人了 走了 余柔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找回罗天 信守完婚 来报答罗家当初对我 国家的处命 并且那些罗天的爷爷是独生的强者 一旦咱们能和罗家联姻 竟对我们国家有太大的好处 是 爷爷 另外没追着 幸福 哎哎 你怎么开的车呀 你看没看到人呢 我说导演 你怎么又来了呀 啊 你不会是觉得我 还太帅了 想让我当演员吗 但是吧 我现在得赶紧去找我的未婚妻 去拯救我们全村人的性命 你刚刚说你要找乌柔是吧 行 婚书拿出来 我看看 你看婚书就看婚书 你凶着没你 你 你就是罗天 主甲包换我骗您看什么呀 怎么了 你不是来找我旅行婚约的吗 行 我答应了 你不会又是在演戏吧 罗天 我再重复一遍 这儿没有人演戏 你要找的卫生机就是我 我现在答应你了 真的 真的 那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行 那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 你说吧 边北村得罪了一家大士 这家大士要杀五成村 我长辈说了 只有你们无家能帮我 本小姐隐了 不过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姐 你不会 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吧 你多虑了啊 过几天呢 我要去神武王宫 参加一场测风圣典 受风战神 你到时候 快去一趟吧 你再说什么行话我听不懂 你说什么测风圣典 是不是就是你们演员的什么 颁奖典礼啊 我懒得很解释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去还是不去 你说你 什么 这么漂亮 演技又那么好 你肯定是演员 这到时候 我一个没出过村的人 跟你走在一起出洋相呢 不去是吧 哎 我松手 去 我去 我去 那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呀 算是 当时候 盛典上 少说话 多观察 你干嘛 上车 谁让你上车的 我的车子 不允许男人坐 你是我媳妇 对了 那天的话 你坐在那个楼头椅上 别让我难找 点人颁奖礼 真气派 我媳妇都上榜了 这 你 我 那天哪来的人也没有请柬 请柬 进去还要请柬 啊 你我没告诉 你放什么东西 你也敢提起战情大人的不贵 拿换叫照 我 不贵还不贵 哎 又又又 这是谁呀 这不是那个山里来的土包子吗 你也来了 笑 这个香巴佬是 这个香巴佬啊 就是我之前给你提起的那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未婚夫 不是大姐 你怎么见着我就想演戏啊 可是不管是戏里边还是戏外边 我都已经跟你退估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求求你啊 你别在夜晚不散了好不好 香巴佬 你嘴皮子再溜 也阻挡不了你身上的恶臭味 你呀 这是高攀本小姐的 哟 之前你说 就是这家伙用阴险手段伤了你师父 是 大哥 你怎么也演戏啊 不过说的他师父 演技是真好 我都没碰着他 他自己就飞上去了 还把我们家鲜花板给砸坏了 我还没找他赔钱 就赖着招 小子 我不管你是不是在装模作样 今天你碰上我 算你本 哎呃 你要干什么呀 我们卫少 可是中下豪门第一大少 我把我赶紧教训你 我高年子就小 阿姨一样简单 哥 你退下 我来说 你干什么 别过来 你氧子再过来 就 人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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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這裡不就是神武功 這樣大叫萬一人夢 小子 算你今天運氣好 是啊我們走 嗯 你 你到底是哪個人沒有情節 跟你滾 跟我看一下 他们俩没有情节 卫少跟蓝小姐 那是出类达退的强者 换了什么东西啊 鬼啊 小子 文赵今天给你个机会 你今天要是能让这个仪器 想上你的 你不用情节演什么 这 这是什么仪器 这个仪器是专门测试 力量的道具 每超过一百公斤就不想一声 只有超过两百公斤的人才有资格 看完了 哇 五百公斤 会上就是这位手 随便一出手就是五百公斤 这可是漫步宗师的事 该你了 莫诺飞 演员 好演员 真专业 你心里还真强 你打这么一圈 自己都相信了 我刚才早就没把手提卡过来 发个朋友圈呢 现在 晚了 最快 鸽天 今天要是不想丢人线念的话 感情总部 后生日永远不要出来 我可不能回去 我可不能回去 我要是回去的话 我刚才被他走 再说了 这仪器看着这么脆弱 我要是给坏了 就不叫我赔钱啊 小子 这个仪器可是高科技产品 就连战神大人都不一定破坏得了 就你 哈哈 啥 啥 都坏了 我们都不再赔 真的 是 你们演员 都是天价片酬 反正顾的流油 我就想不来 小子 你 就算是 你要是真把他打坏了 我管你叫祖宗大哥 你可别叫我祖宗啊 你看看你你这台东文都出来了 我当你长辈我吃亏 就让我自己去 让我先我媳妇 我敢小子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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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打人了 我打人了 我打人了 你打你 那我打 你 你不打 真的 看着被我活那么表情 我真是瞅 都是其他人懂的事 那就打我个屁 你打不打 你要是不打 我现在就让人把你丢 给我一分钟时间 你看看他若不丢风的样子 恐怕连一百斤都打不来了 一百斤那还是裁局 五十斤都选 秀儿 我今晚新到了一批 我今晚起情绪内衣 有没有工夫陪我试一下 讨厌的为啥 哪里有人 人哪里有人 哪个土狗算人 逝风日下 逝风日下呀 臭不可闻 恶心恶心 秀儿 这就叫吃不到葡萄 葡萄是酸的 放心为啥 嗯 今天晚上我一口子好吃 行 小贼 看见了吧 你的未婚妻今晚可要躺在我的怀里 啊 不是 你们戏里边戏外边谈恋爱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再说她是我未婚妻了 真媳妇要是听见了可该生气了 我媳妇 那可跳 她可比不顾 不恶心谁呢罗天 你不就是想吸引本小姐的注意力吗 不想 还不帮我撕在她的嘴 哎 等等 我要开始测试 我要是再不进去 我媳妇该想我 就让她测 到时候她测不过 照样弄死她 我 这拍什么了 她把仪器打包了 哦 你们剧组这道具质量太差了 我才用了八分力 没想到她这么不堪的鸡 你们别想讹我啊 我能进去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仪器能承受住战神级的权力机 怎么可能被你这个相把老打坏了 不是 你别转移话题 我们刚才说好了 我打这个机器一拳 这个机器叫一声 我能进去 现在这机器它叫了一声 作弊了 它肯定是作弊了 不然这小子哪来的战神之力啊 卫生说的对 定是在作弊 查证知道吗 给它拿下 各位请放心 我们这儿有最先进的仪器 可以检测人的井内是否有药物 一经查实 绝不息 我告诉你了 怎么样是好动 我都举报你 先生 请给我一根你的文化 还愣着干嘛呀 还不快跑啊 快不跑 可这来不及了 走 他走得了啊 是啊 他之前不是侮辱你吗 现在就挺出气 干嘛 站着别动 往直距离 我打电话报警 是我有眼无珠 恕罪 战神 机器检测 战神大人体内并没有药物 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进入会场 不是 是你们怎么又演上戏了 什么战神不战神的 这都21世纪了你们快起来 我可没有让你们跪下的屁好 谢战神 你们会不会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香把佬怎么可能会是战神呢 对啊 他说香把佬这是个废物 两位 如果你们再侮辱战神 就别怪我 客气了 战神大人 请 请 你之前不说这家伙是个纯粹 这怎么回事 我说的是实怪啊 就是一废物 我明白了 他身上肯定是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 护身符 这倒是说的明白了 你师父应该是被这玩意儿所伤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顾身符顾得住他一时 顾不住他一世 咱们先进去再说 这笔格这才 哎呀 哎呀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 继续啊 你疯了 竟然连龙头尹都敢做 龙头尹乃是给战神大人首射 你竟然侮辱战神 战神 我是在做梦吗 你们是在 派战神去吧 后天 干什么的 我现在师父老师是谁的位置 各位演员老师 我也不知道这个位置是谁的 你们跟我想想 今天是吴小姐的寿光大典 这个 他能坐 哦 如果这个位置是一个 那我坐这儿 其实没什么问 你 算了 现在是我不坐 那我 走旁边走行 臭小子 吴小姐是战神之尊 能坐在他旁边的 哪个不知神明显赫 就你 什么 龙椅不让我坐 我坐旁边也不行啊 臭小子 把龙椅擦干净 狗滚出去 算了 重新换一 看你这种乡下来的东西 嗯 什么意思 你们要把我赶出去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我们都是身价上义的大人物 而你呢 你就是个习惑老 你们耍到牌是吧 保安都已经让我进来了 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我就坐着等我媳妇 哎救命啊打人了 昨天 什么你们认识啊 王上说笑了 这种羡慕老 我怎么会认识 你说什么呢 咱们前两天不刚演了一出戏吗 你演我的未婚妻呢 你忘了 什么 诸位说笑了 这都是长辈之间的沉默 秀儿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最众想吧老 为啥说的对 我就说嘛 我劝你赶紧 不然就没机会 怎么 你还想杀人吗 本兽即便要你的命又如何 你要是敢动手 我说 报警 报警 小达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杀个人而已 还要怕你报警 哈哈哈哈 我出一千万 先卸了他的狗腿 谁要是能要了他的命 我再追加一个亿 我也一样 不愧是顶级豪门啊 出手就上亿 这啥子死定了 说你们这些演员 是不是演戏把人像都给演没了 就做了一下那把龙眼而已 你们就想要我命 还有没有天理了 天理 在这里 我们 就是天理 二位真是出手阔阔 这一单 接下了 那就辛苦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娶你狗命 不得真气 你竟然是战神级的高手 回上 回上 你别和我 啊对对对 你们在拍战神戏是吧 导演 他们没给我剧本也不给我片头 就拉着我演戏 你导演 哎哎哎你别过来 过来啊 大哥你是战神级高手 你早说呀 是 我 啊 你们 算了 只要能让我在这呆着就行 不敢不敢的 以您的身份和实力 完全配得上这个座位 大家别被他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战神 他就是一个拿着护身 组到处招援撞骗的骗子 好你个乡王老 干杀我们 这护身符什么护身符啊 你还是去狡辩罗天 发生什么事啊 是蒙歇大人来了 摩西大人 人一 人一 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谁伤了你 是他 摩西大人 是这小子使用阴险手段 伤了我一手 大叔 这不关我的事 我不是你们组的演员 我就在这等我媳妇 等我媳妇来了 我就陪着他 等他走了 我就跟他一起走 摩西大人 这小子身上好像有什么护身符 能反击 护身符 什么护身符的伤子了 是 说了 小子 我站在这里让你打 让我看看你的身上的护身符是个什么玩意 大叔 我这要是给你打伤了 你们剧组又不给我钱 这在合我意 你可怎么办 就凭你也想打伤我师父 我师父是什么水平大家都知道 还真以为自己是战神级高手了 这 哎 这万一 出事了怎么办啊 管我 就凭你那小胳膊小腿 也都伤得了我 哎 算了吧 这吃了不讨好事 不干 我的内心是有限的 你得放出手 你 你没机会啊 小老老 摩歇大人是想让你死的体面点 别到时候他老人家亲自动手 尸骨无存 小子 你敢伤胃烧 你会死得很惨 他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啊 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吧 再拖延 摩歇大人耐心可就没了 哎 看来 今天我要是不出手 你们就不会放过我 好 我来 我来 哈哈 呃大叔我这够意思吧 哈哈 楼铁 你这是玩过家家呢 看来他的护身服是不起作用啊 啊 师傅 龙鞋大人 啊 呃 不好 呃 你个 真心真心我 不容易 完了 我这大人竟然都不是这小子的对手 我刚刚竟然还对他那样 他严慕 这个怎么办 这位前辈 还真心大人有大量不要给我们这种小飞一般见识 是我们永远不舍泰山 啊对对对 你那是一个地位 帮我那边批房 都怪他们 这事跟咱们没关系 大家都特训了 不是演员 不用怕我演技好 你们别拉着我演技 你还可以大话 我 我只不过是略微使了点小手段 就让你们怕成这样 那是 家二小姐 我小姐 但是他不怕 五家二小姐擅长鬼魅幻术难道是 没错 刚才的一切都是本小姐使的幻术 他根本就没那么大本事 以我师父的实力怎么可能被你想 原来是中了二小姐的无双幻术 原来是算数啊 我还以为我真的吗你们掰 你为什么呀 以为自己也真成了个大人物了 哈 臭小子 正你之前 这次看本小姐火炮就好 二小姐之前这家伙公开污里战神 我建议现在就打断他的手脚 把他丢出去 对打断手脚丢出去 哎 你们 怎么动不动就要动手动脚的呀 你能不能讲文明做礼貌 做个文明人啊 看你讲文明 哎 王少这句话就说错了 这哪是人呢 不说他是狗都抬举他了 哎哎你说什么呢 小子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是打断手脚给你丢出去 一二 离开这个地方直接滚出去 看着我干嘛 做选择呀 你们 我都不想过 战神边上的那个位置吗 你们不都想过 好啊那我现在让出来了 你们谁想坐 想坐 大家不要被他挑拨利剑了 什么时候挑拨你 既然你们都想坐这个位置 那好啊那短距离不都这么拍吗 啊 价高者得好啊那大家出价吧 我没意见啊 你们呢 我出一千万我出两千万我 我出两个亿 二位大少财力行后我就不跟大家争 看来这两个位子我们的了 哎 等等 我出十个亿 你 你他没有十亿吗你 你他们故意找茬是吧啊 正以为吴二小姐在这我不敢删你啊 小子 你要是真有十个亿 这位置让给你无皇 到时候你要是拿不出这十个亿 吴大小姐 说你听吧 差了点钱 支付宝到账 原 这小子 真的有十个亿啊 我去这小子到底是哪家的少爷这么有钱 多可能 这香花了 我帮你这么多钱又有十亿 我该不会是哪个大家的子 怎么长短几分钟才叫二十 现在 我有这个资格做那个位子 够了 够了 完全有力 坐在这个位子 哎 你干嘛 大家看好了 这只是个动画而已 知故脑套障 远 被发现了 好吧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吴宇柔是我的媳妇 是她 让我坐在那个位置上等她的 德天 你脑子进水了吧 吴大小姐力战三大宗室 受宫中下战士 你觉得配得上 秀 他脑子有问题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我跟吴宇柔还定下了婚约 我们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 哇 你好大的胆子 既然敢泄渡战神大人 战神大人神威无双 岂是能泄入的 那既然你们都不相信 好啊 看看这个 这是我跟吴宇柔的婚书 哎 长长眼了 不是 小子刚才又耍到我们团团队 谁知道你这个婚书就是这个 二小姐不是在这吗 你问问问她 这婚书 是假的 罗天罗天你到现在还在演习 你以为二小姐看不出你那点破技 小子 我要是你我就一头撞砸了 你以为二小姐看不出你那点破技 哈哈哈哈 问笑说得好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你姐都亲口承认了 是她亲口承认要嫁给我的 你是真敢想啊 想娶吴大小姐的人 都能绕地球一圈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吴大小姐可是五少爷亲眼 他说五少爷瞧你 我腻了吗 你说的什么古少 我不认识 我只知道我媳妇是个大明星 惦记她的人有的时候 可是我婚书是真的 而且确实是她让我到这里来的 伪造一份婚书很难吗 你如果现在需要 我可以给你一半份 可是别可是 我们吴家从来就不 如果有 那都是假的 既然我二小姐都翻话了 老大 你别再演戏了 老老实实交代 你来这场宴会到底有什么目的 主啊 都不可告人的故意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 我说的真的是真的 哎在演是吧来人 小子我们走一趟 求你们放 一人一人一人 真有没有吃书的啊 哎慢着 小子 见了战神大人还不速速行礼 我说你是龙吗 我刚才跟你说了 这是我未婚妻 你见过哪个丈夫 给未婚妻钱 大胆 你们竟敢当着战神的面 羞辱战神 我什么时候羞辱战神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还请战神大人至小小 她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她的那件事 什么 你们听见了啊 她说的 我是她未婚妇 姐你怎么 小小 我自有主张 姐妹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刚一进那扇门 刚刚那里面一座 这帮人 对我喊大喊杀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是哪个东西 啊 导演导演没有 那剧本剧本不给 片酬片酬 没听说 气死我 行了 别拼了啊 跟我走吧 站住 你们不能 我媳妇都来了 你凭什么拦着我 不让我走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吴小姐是我神父 吴小夫人吗 吴小夫人吗 我管你什么少夫人 戏里头的事是戏里头的事 戏外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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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媳妇 我你 魏少 你也看到了 我的确是有婚约的人 看来 是做不成功的神武王公的少女 吴小姐 你宁愿跟着这个土包子 也不愿意跟着我们少女 抱歉 父母遵命 没说之一 吴小姐 别人怕你是战士 可我们神武王公可不怕 你最好好好想想 不要让这个废物 当你无力 楼天 要是有人威胁你的女人 你会怎么做 那当然是 跟她拼命了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那上啊 行 不行 你要うし 不妨 可以 你试我 Sri 那好吧 你知道跟我神武王公做对 有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我不管 敢动我的女人 将是这 好好 你真是不知佛的 魏少 我看他是不见棺材 古墓泪呀 既然你想找死 那 你干什么 古一少主道 古少 古少 多日不见 风采一旧 宇柔啊 恭喜你登临战神尊位 今日我特意来看 不好意思 古少 我已经有男人了 男人 谁敢跟我古一抢女人 古少 就是这个小子抢了你的女人 现在还特意跑现场来闹事 这是谁啊 这是不是你们剧组的新角色呀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我是应该保护我的女人 你别血口喷人啊 我什么时候闹事了 敢和古少调你 您真是老兽士上校 导死 小子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 敢和我古一抢 什么叫抢啊 我跟宇柔从小就定下了娃娃钱 不信你问宇柔 对 宇柔啊 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想我古一 要有钱有钱 要事有事 这个小木老 拿一点鼻子上 我说兄弟 感情的事情 可能勉强 啊 人情 你敢 郭宇柔啊 别以为你成了战神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 我告诉你 区区一个战神我神王公还真不放在眼 你若是好好的 没准 你还能当个神王妃说 我要想当王妃的话 直接再给你爸爸更好 而这样你不就成他妈了吗 你 阿 对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彩礼到底是什么样子 再来了就在我身上 在在身上 就这点彩礼就像其语柔 小子 我让你看看什么样才叫真正的彩礼 啊 哇 那是马脑珊瑚吧 这玩意儿可是比黄金还要贵十倍呢 这里租都有十千 还有本年人家 看的色泽 至少是五百年一丈 让生意 不费是不少 不少 又知道 我神武王公最不缺的就是钱 这些对于我们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既然我的彩礼都来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彩礼 省得别人说我神武王公的少主 欺负一个小孩 这 今天也不知道要和你们演戏 你们道具 我和我准备 那 我只好把算送给我的 几张银行卡拿出来 这 这是 中夏银行的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什么是至尊黑卡 传说 中夏银行一共有十张黑卡 每张黑卡至少百亿以上 百亿 真的假的 他在手上至少有三张 也就是说他有三百亿 百亿 我三叔怎么可能那么有钱啊 啊 根据后边的剧情推断 你们一定要说我这张卡是假的是吧 老耿 绝对不可能 这张卡一定是假的 这张卡我神武王公只有一张 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张 假的 不可能啊 三叔不会骗我的 你怎么回答没问题吧 给我看看 是真是假 咱们店也不就知道了 小小 这 我还以为这小子啊 真是怎么办 不好了 小子 拿张假卡就想来糊弄我们 当我们傻子呀 不 你们都搞错了 这里面的确有一百亿 之所以发出声响 是因为里面的查询额度超出了上限 那这卡里真的有一百亿 三叔不会把我们村给卖了 那还是说这是你剧本里写的 我们再按照剧本念才存呢 古少 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古少 这下你失算了吗 居然算了古少 哇 你们这个特效做的也太好了吧 你们的演技也特别好 尤其是你 是咱们这个信仰拨出去拿肯定大报啊 我的身件也得跟着闯 可是你们这设计啊你藏在哪啊 老我明白了 你们是藏起来了 想拍我们的真实反应 一性表演 真聪明 是啊 你不是说他的顾身符已经失效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为啥 你可记得我师父 是有影响 我师父乃亏人界强者 他凭着一个护身符 你将我师父助伤 什么神符 你能伤得了亏神镜的情况 据我所知 能伤得了亏神镜的 起码是一件神器 他身上怎么会有神器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神器傍权 莫非他是某个大势力在外历练的大哨 你们在说什么护身符啊 哦 我只是说道具了 这道具我真没有 反正你们眼睛那么好 那你们就要瞄眼吧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还在说 伤了不少 就算串着一个护身符也保住了 我就不信 他的护身符能出发第一次 短时间内才能出售二次 没错 又算是神器 短短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出发两次 不愧是 我这么快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哈哈哈 小子 不是 辅挤 你 不是 那我 你 咱 你 那我 是 我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只要谁能拿到他身上的护身符 可以和我神母王公提任何条件 小子交出护身符 我可以饶你不死 不然怎么样 不然怎么样 哎反正我是主角我有主角光环 你能拿我怎么办 没行得着我 废话交出护身符 不然今天你出不了门 不是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不不不 我说编剧有病 又要抢我媳妇又要抢我护身符 我明白了 这编剧是想拉调文职 这样观众谈案看什么 行行行配合你演 小子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这转移话题 没有实力还想得到恐惠 那你就是找死 罗天 你一个虾麦老 还想拥有这种宝贝 也不撒破尿照着镜 别以为护身符一直保护你 你完蛋了 我劝你老老实实把护身符交出来 小子想好没 本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天儿 有一半都是我们身武王公公公公 你觉得你暴行有用吗 我神武王公高手无数 你今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救出护身符 我说大家都别冲动 这个戏是你们硬拉我来演的 我也没有你们口中口中的什么护身符 小小倩小小倩 小子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神武王公高手无数 一半我母绍的人到了 必死你 区区医师屠狗 我还想占据神器 我告诉你 我耐心是有限 我只跟你一分钟 一分钟后 必死无疑 我身上真的有你们说的什么道具 实在不行 我妈上山给我求一个香囊 你们拿呢 看看 宝贝是我的 味道说笑了 这是我们王爷的宝贝 你真有什么护身符 那当然了 这是我妈特意求来的 要不是他们逼我 我才不顺的男人 那个大师叫什么 叫什么 空空大师 姐 这位高人 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 小子 这神器是我的 还不赶快助手献一下神器 现在连嘴上的话不是清了 你 好 好 好 把东西给我 你少说笑了 这可是能威胁到 推神进强者的神器 我怎么可能说交就交呢 你当真我不敢杀你 好 唯有神器在手 你又怎么能杀得了我 为什么护身符失笑了 你敢骗我们 胡绍 什么都被这小子拿红耍了 这小子肯定是把护身符 躺起来了 不会欺骗我们 好啊 文绍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人戏 摩天 没看出来啊 你还有这层本事呢 你们说什么呢 你们要护身符也给你们了 让我配合你们演戏 我也演了 你还没看出来啊 你还有这层本事呢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呢 你看看这是什么 哦 这个呀 这个大师说了 这是开过光的 一般人还得不到呢 你说我为你们去组 都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了 开光 你看看背面是什么 你少在这装强做事了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交出护身符 小子 赶紧交出护身符 冷静 大家都冷静一下 你们谁敢再靠近一步 别怪我刀剑无眼 你们都是公众人物 不要为难我一个普通人 老子 我耐心是有限 胡少 不用跟他们废话 我们直接上 我就不相信这个护身符 能活住他这么久 不要过来啊 呃 媳妇 现在师傅到了 把护身符 你们谁敢上前 怪我突然你认人 吴雨柔 你当真要为了这个香脉老 跟我神武王公作对 胡少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他是我丈夫 我是忠下战神 你应该知道 战神不可受了 那我非要跟他动手了 那就先顾我是尊 没想到 古少也堪比战神之尊了 不愧是我神武王公的少公主 不像某些人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 古少输了 影手 武王绅 他有些意识 白杂棒 还总是 一笔 赶紫 思想 俞 行了小小你回去吧 從現在開始沒有我的人群 你不得踏車家門辦了 什麼 在家給我禁足三天 憑什麼呀 我是不交代你 讓你替我接一好多天 我這不是來了嗎 那你看看你都幹了什麼呀 讓所有人 針對報復羅湯 行了 別也不犯你沒點心思啊 快回去吧 徐榮 就是有點太 怎麼 你心疼了 不是 我是覺得你懲罰的太重了 這是我的加持 你要是想管的話 等你入了我們吳家家門再說 住吳家的門 我看還是算了吧 我剛才進去差點被他們給殺了 你怕吧 不是怕 你不是怕給你添麻煩嗎 行了行啊 你要是怕的話 我這裡有兩個選擇 第一 你的事情以後我不管了 咱們各自各的道 第二 這是我閨蜜 吳雨寧 她是神武王的心頭肉 但是 一直吻冰在床 你要是能依照好他的話 神武王肯定大怨 這樣一來 你和古瑜進去南醫院 也能一筆勾銷了 什麼病啊 連神武王肯定大怨 這個 我也 你不知道你讓我 讓我治 就是因為不知道 差你去的嗎 萬一像貓礦死耗子呢 我們也試試 可能兩個都不選 不行 必須選一個 說我不會吃病嗎 不會吃病 行了 你肯定沒問題啊 走了 大 此次神武王 廣發音請請 懸賞百億 尋找各位醫師來治 我們這次如果不治好 也 那一定要 秀兒你放心吧 雷父經位特意請來了 孫大師 孫大師的頭上 神醫孫斯敏猴 他一定可以治好古小姐 哎我說藍叔叔了 這話說 看我身邊這位 也是李神醫的職勤 問這醫術奏義 我們也不差 在下不猜 我的這位神醫白師 更是學慣忠悉 目前 沒什麼病毒藍的 原來這位就是白神醫的 久仰久仰 早就聽完這白神醫 就過國外 第二次大師提名 很難得為白神教授 藍小姐多講了 那 都比比了 誰 那就比比 好 他怎麼看看 昨天 你好大的感情 壞了古少的好事不說 你還敢去投羅網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爸 這一小子就叫羅天 就是他 擾弱了會場 還讓古少掩面盡失 羅天 羅天 這可是神武王功重力 這 你怎麼往這裡 我憑什麼不能進去啊 哈哈哈哈 羅天 正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在座的各位都是世家 而你面前的這位 大 我師兄元帥 藍某天 偶像 見了本師兄元帥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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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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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我爹說了 男人膝下有黃金 您是 微信還是支付寶 要不 我給您 敬個臉 造良小丑 土狗就是土狗 連這點規矩都不懂嗎 一條土狗而已 哪懂得咱們人的繁文入竭呀 哈哈哈哈 柔兒 你剛才說就是這個臭小子 讓古少年面盡失 沒錯 爸就是這小子 仗著一塊不身符 橫行霸道 不僅擾亂了會場 還搶走了古少的女人 我 我什麼時候搶古少的女人了 她是我的未婚妻 不信你們問她 胡大小姐 你真和這土狗 屈 捍住 懶緣貫 雖然你是緣帥 但我也是贊成 我希望你們對我的未婚夫 客氣 哦 不然 不然 怎樣了 別怪我當劍牡嚴 哈哈哈 我們呀是給古小姐來看病 不是來打打殺殺的 看病 就你別 樓天 你以為你是誰啊 三大神醫在死 何須你這肺 看 我看你就是来十五毛宫捣乱 我不是来捣乱 这是 是病 老伙子 你说你会治病 你可有行医资格证啊 看病 还要行医资格证呢 你是哪个村子出来的乡巴勒 连行医需要资格证都不知道 我是 边北村出来的 果然是乡巴勒 那问你 你可曾出诊治过病 我出过 乡亲们都说我 医处了得 你们信不信良 那你说说 你都经过哪些病了 那可多了 什么 风牛病 肌温猫穿腹 棕绿病 风狗病 好你个臭小子 你是拿五小姐 当畜生知识吧 我看你是来 神武王宫捣乱 老伙子 今天你就算 有一万个脑袋 都不够神武王坎的 不是 这个给人看病 和给畜生看病 有什么区别呢 五小姐 好了 快 又给你一次敬 只要你能够胜了三位神医其中一位 我就不 否则 什么 否则 又去死 为了他一个人闹成这样 没必要 都没必要 五小姐千金之躯 但凡出现一点意外 你有一千条狗命都不够你偿还的 我们也是担心大家的安慰呀 若你是个庸医 那我们必然不会放进去 小子 你到底敢不敢 你不敢就滚出去 要不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连命没看成 命难得着 他说他应战 我说我应战了 你还想 你想让我进你们周边北村了 想 想就照做 小子 我挺佩服你的勇气的 通过这一回 是插翅 既然他答应了 那就别废话了 开始 小子 我们也不欺负 我们互相吞服对方的毒药 只要你能在毒发前无恙 生散你 我呀 吞毒药 这么恐怖 怎么 不敢 不敢 哎你从这里滚出去 媳妇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为了保命滚蛋不丢人 没事啊 这些啊都是道具 放心喝啊 什么 合着咱们这跟这演戏 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你可别坑我啊 喝了 这没事 就算是出事了 折你一个保全整个罗家 这不也值得吗 值得 不是你怎么磨磨叽叽的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颠北村的事情我可不管了啊 好 帮你们去 要好销吗 滚蛋 哎 这是我独创的寒笑半补癫 他对人的五脏六腑没有任何损害 但是却能让人在大笑中死去 我这瓶叫毒龙散兰 萃取了一百多种草药 变质而成 普通人扶之必死 如果是高手 变化之后 反而能够提升功力 百毒丹 一个时辰内找不到对应解毒药 必死无疑 小伙子 到我去了 我就这三瓶 你们一人选 发情丹 变笑丹 什么玩意儿啊 就这些破毒药 老夫就算不用解毒丹 也能要到病除 多天 你以为拿出这些破玩意儿 神医就能放你吗 你可真天真呀 敢紧的 我们时间宝贵 没工夫听你在这闲锤 哎呀 一会儿神武王大人到了 你可就没机会 小子 该你了 三叔 我要 兄别了 等等 哎等等 怎么了媳妇 吴大小姐莫非是反悔了 若你现在反悔了 还来得及 我们可以卖吴家一个面子 只要你主动认输 我们既往不咎 哈哈 哎呀 屠狗的命也是命啊 以吴大小姐的性格 总不至于看着她就这么死 谁说我要反悔了啊 那媳妇 你的意思是 闭嘴 听我的 那吴大小姐 到底想怎样啊 既然是对赌 那自然少不要赌注了 你们 就不打算拿这点东西吗 哈哈 当然可以 吴大小姐 想要什么赌注呢 随便 只要是对得起你们身价的东西 就行了 哎呀 这多不合适啊 怎么不合适了 我这可都是为你 那我真是谢谢您了 这是中夏银行的支票 里边有两个亿的现金 这是中宝格的寄存单 里面有我寄存的大量零药 价值十个亿 我比你凶差点 这张珍宝格的寄存单 只值9个亿 小子给你了 我 我看你就不必了 白晨你最后死了 东西也是我们的 大家说对不对啊 哎那不合适 不合适 行了行了 赶紧说 来 怎么样好喝吗 苦 跟咖啡似的还是美式咖啡 苦就对了 我这含笑饭不爹 可是用了足足七七四十九种丹药炼制而成的 里边还有多种毒蛇的苦胆 只需要一滴 就能放到十个成年人 这里边有这么多种药材 是不是特别贵呀 你自身都难保了 还在乎我的药贵不贵 所以说啊 土狗就是土狗 到这时候还关心药贵不贵 哈哈 孙生医 你就告诉这土狗 这毒药就多少钱呀 也不多 也就 两百万吧 两百万 这是演戏全靠一张嘴 你张口就来啊 何天 因此之前还能吃到价值两百万毒药 也算死人无憾吧 给这种人吃这个药 什么浪费 那我就浪费了 反正我全喝完了 什么 什么 你喝完了 对呀 啊 不可能 不可能了这 怎么了 孙生医 我这含笑万不顶 虽然不能让人立即致死 但是他只需要一滴 就能让中毒者 被一分钟之内发毒身亡 他就全喝完了 这毫无迹象啊 也就是说 他解毒成功了 是些什么 我吃 N 我看过这 非常多 我看 你还仔细 吧 我看你 我看你们 你还会 我看你 你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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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滾 何天 這次算你也一起炒 還有兩瓶 你可別以為你次次都能耗力氣 小子 你的好運就到此為止了 來老公吃藥 小子啊毒龍仔 可是以毒龍的血源制住 價值千萬 你可千萬別給我喝完了啊 你放心 我知道有劑組缺錢 你省點 怎麼樣 這次 田就對了啊 毒龍仔裡有上千尾零花 普通人是玩半可中類 必死無疑 就算是至尊強者 也撐不過一體 那你告知算了 他現在啊 細細平穩賣相正常 你神醫 你這 你為你不要了 啊 不可能 怎麼樣 怎麼樣啊 你說呀 他的身體 怪 賣不比我們任何人都平和 賣不比我們任何人都平和 你這是把家裡的圖品拿出來了吧 這肯定是我那不爭氣的圖兒 搞錯了 哦 搞錯了 哎呀 小 那現在這把算是怎麼樣吧 不行 對這局不算啊 再來一局 怎麼 你們這是說比 還是說 根本就沒把這場比試放心上 那這樣的話 咱們有更多 哎 我們秀兒 換了 這局 算他贏 這還差不來 還是吧 別擔憶 羅平 前兩次都是你運氣好 成功躲 我就不信 第三次你還能躲得掉 哎 運氣這東西啊 你還真別說 是吧 你在這劇情裡 不會是你 把我害死的 好 行 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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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嘀咕啥呢 不會是想跑吧 就算是想跑 現在你們也跑不掉了 我爸失心元帥的名號 可不是吃素呢 哎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不是我不想走 行 不啥我走了 行啊 你們吃點兒 啊 你怎麼啦 他來都要起作用 來都要起作用 哎 你這是怎麼了 你說剛才啊 這藥丸做的太大了 我費了好半天勁才咽下去 什麼 我是說 你們這藥丸做的太大了 下回叫他們把藥丸做的小一點 小子 你這在侮辱我 你等著不出一刻鐘 你必死無疑 小子趕緊先好 我的遺言啊 你研究室 以後 別再對我 看他喊殺的了 真是一殺 看在你是吳大小姐的 未婚夫的份上 本帥 我現在處理你的女性的 我怎麼覺著我還能活好幾天 中了我的百毒丹 一刻之內 你將蹊蹺流血 全身潰淡 到時候連你父母 我也不一定能認識你來 哦 這麼嚴重啊 哎 我怎麼什麼時候沒有 我看這實際也差不多了 白神 你該不會 也是瘟疫 啊 不可能 這明明就是我親手煉製的百毒丹 沒有錯 原賽 你這都是請了什麼人呢 請這些一瓶 造 滾 都給我滾出去 滾 都給我滾出去 哎哎 別別別呀 他們要去滾 嗯 龍天 你少在那裝模作樣了 現在你滿意了吧 我算他們都要不見 你也好不讓他去 小姐的病 啊 要是治不好 照樣子來朝一夕 對就不勞煩你們大家操心了 我們家羅沙眼 一天天 虛虛小病 你 各位 各位各位進來進 我家老姐出鏡給你 快 進去 過來 難道這真是糖水 還真是糖水 諸位 這位就是我家小姐 她身患重症 全國最頂尖的專家 都沒有辦法醫治她 只能靠這個玄冰床 來緩解症狀了 吳小姐真是國色天香 可惜了 天度紅年啊 我爸呢 你爸應該是有事去了 臭小子 你不是醫術高超嗎 你給看看 沒錯 有我們羅大師在 虛虛小病 不足掛齒 別說 這演習設備還挺皮疹 看著不像是小病 都像是病入膏肝慌了 請問大師何許人也 他呀 就是一個香巴佬 來我們神武王公 碰碰運氣的 碰運氣 吳管家 我們可以證明啊 他就一土貓子 什麼都不會 誰跟你們說 香巴佬就治不了病的呀 你們難道沒聽說過 小隱隱於野 中隱隱於是嗎 我旁邊這位啊 就是不出事的神醫 是不是 啊 啊 沒錯 雖然我不知道你用什麼辦法說服了吳小姐 但是我要告訴你 行騙是會付出代價 有多嚴重啊 一旦我們家小姐出了事情 你就別想活著走出去 啊 這看我還有什麼關係 說什麼 我是說 小姐 整個 漂亮 有幾幾人 怎麼天下 我也不想跟你們說 反正今天誰能把我們家小姐救過來 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 但是如果不能救我 哼 他就是幹什麼呀 算了 他就是一什麼都不愧的相伴了 給嚇住了呢 出手呀 出什麼手啊 你看那人都死 看豬病還差不多 你要是再不出手的話 我也保不了你 反正神武王的手段 估計 你要和我供應 葬在一起 什麼呀 待會兒你就按照 你收醫的經驗給他瞧下 說不定你就治好了 你倆磨磨叽叽幹什麼呢 你們兩個不會是要逃跑吧 誰跟你說我們要逃了 我們倆在正研究治療方案呢 那就趕快吧 快 少爺 你退下吧 古少 古少 您這是 本少此次前來 是為了防止某人報復 毒害我家妹 所以 親自前來 你說的 不會是我 爸 你說呢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位就是傳說中 能讓人起死回盛的要盛 薛陽 薛神 在下薛陽 不正 要盛主義 薛神醫過先了 如果您 沖洗要盛 那這世上 恐怕無人改成盛 還是薛神醫 盛人有盛樣啊 不像某人 裝模作樣 這位小友也會給別人看病 不知 私塵何處 龍陽 捧 護醫院 這個學獸醫的眼就沒有看病 活你了你 薛榮啊 看人的眼 我喜歡什麼樣的人 就不勞煩古少操心了 小子 你一個獸醫也敢站在我宣揚面前 就不怕 今後 獸醫都做不了了 什麼 你也想殺了我 薛神醫是什麼身份 殺你還用親自動手 只要他一聲令下 整個中下的高手 都會過來要你 別說有五甲護士 就算是整個中下 怕是也保不住你 怎麼 你現在罷了 玉柔啊 要不咱們還是先回去吧 要勝都來了 那誰看病也輪不到我看病 好啊 你走吧 你看看你要走就是一步 神武王公會不讓你離開 我說你們這些大狐人家有沒有人性啊 動的杀人還給不給我活路啊 你跟我鼓一搶女人 今天你才有貨 我看你真是老壽之皮霜 賢命長了 停停停 不吃距離 我們來這小狗看病 說什麼 是你這麼啥的客人 這麼對的客人 客人 你算個狗屁的客人呢 什麼 我看你 差兩塊的飯 你摸上一條苦狗 還是一條走了狗屎運的苦狗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別太過分了 上個手 小子我可以給你我命幾乎 他說的對 雖然你是一隻土狗 但是不能因為你這隻土狗 侮辱了我神武王公的名聲 古少說的對 那就給這土狗一次機會 那就委屈薛神醫 和這土狗比試一番 土婆一隻土狗而已 也掀不起這麼大浪 小子上一輩子修來的 我和我薛神醫比試 到了下面 你也可以自傲啊 自不自傲不重要 我覺得還是活下來最重要 我怎麼演出戲了 說的也是我們就拿 確診古小姐的病症來比一比 那咱誰先來啊 這個 你可以決定 那你先來吧 我三叔從小就教育我 要尊老愛幼 我看你是想拖延時間吧 拖得再久 也擺脫不了這接下來的命 我看你們還是想想 一會兒羅天 要是真的醫治好了羽牛 你們拿什麼感氣人 別說了別說了 薛神醫請吧 神醫我妹妹怎麼樣 古少 你們是中毒了 中毒了 誰會對古小姐下 神武王公建立以來群敵還刺 不排除有人給古小姐下 藉此打壓神武王公 我能不能說句話 小子 你對老夫的醫術 有意見嗎 沒意見沒意見 我就是懷疑您 可能是看走眼了 你不就在質疑老夫的醫術嗎 老夫行醫多年 還從來沒有出過什麼錯 羅天 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鏡子 你什麼身份 薛神醫什麼身份 你也配質疑薛神醫 真以為自己走了幾次狗屎運 把自己當個人物了 小子 你還真是沒自量力 怎麼 你們自己看走眼 我們羅大師提點幾句 你們就急了 他弱勢真的是大師 那老夫還要姑娘去了 可惜 不是 配不配 不是我們說了算 是靠實力來論證 怎麼 這位小姐 也認為本要是 我可沒這麼說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但你沒必要這樣 自己都承認自己是獸醫了 林一 你也太自以為是了吧 玉宁是我的閨蜜 我做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 好一個閨蜜 小子 今天你要是說不出來的事實 以為我保證 就算你有護身 你竟然一拍照 要身之名 不可受你自如 我勸你 三思啊好題 可是 我怕我要把事實說出來 他也會傻 你若是方子是說明白了 老夫 拜你為師 拜師就不必了 其實啊 您的醫術一點都不差 就是這個 眼神吧 就不太好 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小子 亂說話可是要付出人命 你說小姐不是中毒 那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啊 其實啊 很簡單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解釋 反正我就是能看出來 他的身體 在源源不斷的產生毒素 而這些毒素他的身體又排遣不出來 所以就導致 刺激成 你要不要聽聽自己在說什麼 羅天 你腦子進水了吧 這種話都能說得出來 老夫行醫幾十年 從沒受過 此等荒唐之事 哎呀 反正我說什麼 都不是 小子 你當我們是傻 最讓我們沒有薛神醫的意思 太好了 你懂了嗎 不知道 你還跟他廢什麼話 慢著 我相信羅天 是真是假 你們二位試試不就知道了 這 什麼事啊 就簡單 既然薛神醫 說語明是中毒 那就請神醫解讀 如果解不開的話 就證明 羅天的話就是 可以 可以 老夫沒有意見 那就勞煩薛醫生了 請嗎 小子 今天就讓你死的 幸福 哎 一條千萬不能餵 這要出了事我可不負責任 你 薛神醫 薛神醫 我都說了不讓你餵嗎 你 你這是怎麼了 惡難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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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惡難毒體 老夫也知道的 老夫也知道的不多 老夫光知道 惡難毒體 乃是上骨 惡在之體 得此病者 體內源源不斷地散發出毒素 體弱多病 口誤 失難 撐過二十五歲啊 什麼 可是還有十天 就是與您二十五歲的生日了 還請薛醫救救我妹妹 薛醫 想必這所謂的惡難毒體 對您來說 不值一提吧 對對對 各位 你們也是為難老夫了 據說 能知瞧 惡難毒體之人 乃是神仙之體啊 你的意思是說 吃不了 這下 也是無能為力啊 區區惡難毒體 瞧把你們給嚇的 這惡難毒 連要剩都不進 別跟添亂 小子 你還要裝模作樣到什麼時候 你們講不講道理啊 我們之前說好的 只要我能救好 吳小姐的病 你們就不跟我為難辦 現在我還沒出手呢 看來小有 自有幾分本子 你看 說來讓老夫看 這其實挺簡單的 就是要 找死 找死 吳醫 你敢動他 你試試看 吳玉柔 我敬重 你是忠下戰神 但這小子 三番四次信 今天 必須死 你講不講道理啊 我是來救人的呀 救人 老夫 月書如說 還從沒在哪本書見過 有渡陽氣救人之法 你 這個方法 是從哪 傳承阿來 羅天 你今天 要是不給我神武王功一次交代 就別想走出這扇門 這 是我三叔教我的 你三叔 你一天到晚三叔三叔的 你這三叔是哪個大仙啊啊 我三叔啊 我三叔 月 豬 無數是個養豬的 你看 你看這不還在戲弄我們嗎 今天我非弄死你 吳醫 允寧也是我的閨女 羅天說她能治 她就一定能治 那又不能了 如果她衣服好的話 我救會你 啊 這什麼情況啊 怎麼連你都要殺我呀 廢話少說 趕緊救人 不然 哎 刀劍無言 你別激怒 小心點 現在就治 現在就治 小子 今天我妹妹要是醒過來 一定宰了你 三叔 你可別騙我 小植的命 可都在你手上了 好親嗎 請好 定命 好 請你 請你幫我看看我妹 好 不行 吳小姐的病情沒有變 甚至還有一點惡化 啊 小子 這回你怎麼說 這跟我會有什麼關係啊 什麼瓶子去了她的半鈴三島 放 老四的乖乖 嘿 但是也不至於讓我小姐的病情接受 這小子你聽不要放 去 丫 給我打穿她的手 腳 沒有她給我妹妹查 沒有 啊 看你沒機會了 沒事 沒事 你們在幹嘛 怎麼可能 你真的把郭小姐給治好了 不是在做夢嗎 治好了 玉妍你現在感觉怎麼樣 你現在是睡了一覺做了一成夢 現在都好了 吳小姐 打手 撐出來給我看 怎麼樣 哎師父 哎呀你這是幹什麼趕緊起來啊 打者為師 才術學潛 願意和前輩學習大成一術望前輩 你自己也是半吊的 你什麼 快起 哎 前輩 看不起南輩 南輩 只好 幹 哎 你們 看著我幹什麼呀 你 你 你真的是羅天 如假包換啊 小子 你還真會伴豬吃老虎 你到底是誰 我不會伴豬啊 我幫我三叔養過豬 我就是羅天 我還能是誰啊 玉柔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玉妍 這位啊就是你救命恩人 他是我的威皇夫 羅天 魏皇夫 玉柔 你什麼時候找到魏皇夫 你們都不告訴我 這個 我也是才知道的 羅先生 救命之恩不沿線 以後你有什麼需要我的禮法 可以隨時找我 小姐不客氣 行了 既然雨明你醒了 那咱們進去 逛逛 快 選擇 你不要喝 他也不要喝 我 你不要喝 我喝 我喝 你沒喝 我喝 他喝 上日有一塊破戶身符 特意來我們神武王宮獻取 我們的百藝懸賞 真的是這樣嗎 是的尊上晚輩可以作證 我也可以 你別太過分啊 誰為了你們什麼百藝懸賞啊 我是看在我未婚妻的面上 才過來的 不領情也就罷了 還想殺我 殺你怎麼了 我忍你很久了 還請神武王出手 滅了請尊上出手 啊 你瘋了吧 我救了你女兒 你還想殺我 是 我我本來就算不想殺 誰讓你請去喝書 你不愧我以後 你不愧 啊女郎女郎 狂八蛋 我今天真的敢傷人 他是百分之對的強者 你不是他的對手 小子 你以為有個破護身符 你就天下無敵了 我告訴你 在我們神武王宮你就是個屁 圖狗就是圖狗 才妄想翻身 爸羅先生是我的救命的人 如果你要殺他 就把我一起殺了吧 女婷 既然為了一個外人 你能背叛你不清我 爸 我是不想看到你一步步步入歧途啊 鬥吹其活 你知道嗎 這小子還有晃 甚至說是唯夫能將他臉壞 也說是治自己 就算是紅顏仙 不可能 什麼是荒谷神體 荒谷神體 此乃一種上谷神體 擁有此身體之人可以修仙問道 直達紅塵仙之境 也是萬中無一的敵仙之體 那豈不是說 他一開始修煉 就必成紅塵仙 以前估計有機會 現在是沒機會咯 從天以後 這個世上只會有一個紅塵仙 那就是 附神武王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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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柔羽柔 王八蛋 我竟然真的敢傷人 他是百姆之頓的強者 不是他的對手 小子 你以為有個破護身符 你就天下無敵 我告訴你 在我們神武王宮 你就是個屁 我告訴我就是圖公 還妄想單身 爸 羅先生是我的救命的人 如果你要殺他 就把我一起殺了吧 你 既然為了一個外人 你能背叛你自己魔 爸 我是不想看到你一步步 侮辱歧途啊 臭屁歧途 你知道嗎 真想 還有 慌慌是你 若是為不能將他戀化 也說是至自己 就算是紅塵仙 也不不可能 什麼是荒谷神體 荒谷神體 此乃一種上谷神體 擁有此身體之人 可以修仙問道 直達紅塵仙之境 也是萬中無一的敵仙之體 那豈不是說 他一開始修煉 就必成紅塵仙 以前估計有機會 現在是沒機會咯 從天以後 這個世上只會有一個紅塵仙 那就是 父神王 瘋了 你全都瘋了 你 你也看到 不是為父不想放 是我不能放的 既然這樣 那我就不放的了 狗妹 你瘋了 是他瘋了 哈哈哈哈 那我女兒都開始反對我了 啊 有我天是嗎 你瘋了 不愧是半腹之尊敬的強者 劍了三成功力 就打倒了戰神級別的強者 小子 你怎麼還不逃啊 我看他呀 是怕不敢逃了 要不是你身上有那塊破戶身符 我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 退下吧 你怎麼還不快逃呀 快走啊 我逃了 你們怎麼了 偷偷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剛才已經報警了 你傻呀 我是中下戰神 他傷不了我的 但你不一樣 你不在大俠官方之列 就算是神經高手 也得死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呀 那我現在逃跑還來得及 要不 我投降 現在才有些覺悟 晚了 陈吾 看來你又是皮癢了是吧 連我大哥的孩子你都敢逗 三叔 你怎麼來了 這這這就是那個養豬的 能抵擋住神武王的權力一擊 這起碼也是半復至尊敬的 這怎麼可能 我 我一定是在做夢 小天 你沒事吧 啊 沒有 不過 您自己那麼厲害 你為什麼還讓我找人幫忙 你直接自己上路就完了 我只是有名時的寶貝 提振一下功力 虛張紳士吧 什麼 嘘 小聲點啊 小店 我們給你找的未來媳婦 喜歡了嗎 喜歡 不是喜歡 就是有點太霸道 你說什麼 哎 對 三叔 你剛才管他叫神 可他是個男的呀 天下人都知道神武王武功蓋世 是天下一等一的男人 卻不知道他背後隱藏了什麼故事 誰不知道名震天下的神武王 怎麼可能是個女人呢 我已跟隨父親多年 即使他一直戴著面具 但我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嗎 果然 跟這個香霸道扯在一起的 都不是什麼好的 是 養豬的 這世界上有一種罪 叫造謠罪 三叔 你還是別亂說 造謠可是犯法的 造謠 那三叔 就讓你看看神武王的 庫山真面目 好了 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真的是女的 母親啊 那我們的父親呢 死了 啊 為什麼 我一心一意給他資源 讓他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神武王 可是他 不但不感激我還要覺得我是阻礙 要殺我 結果 被我先下手為牆給廢了 沒想到 文明天下的神武王居然早就死了 難怪神武王一直戴著面具 原來就是為了隱藏 他是女人的身份 女人怎麼了啊 女人就一定比男人差嗎 你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壞我好事 神武 你看看 這是什麼 這是龍門三大護法 天護法的面具 到底是誰 什麼是龍門 傳說三十年前有一爵士高手 橫空出身 與各路門派打的昏天暗地血流成了 後來建立起了大家所熟知的龍門 可短短十年間龍門竟是隱秘不出 後來武林各地都再無龍門的消息 龍門雖然隱秘 但是龍門旗下高手眾多 就算是神武王宮也是遠遠不及啊 三叔 你認識龍門 岂止是認識 你就算認識龍門護法又如何 就算他今天親自來也無權管我神武王的事 放肆 你不知道你面前的人就是龍門少主嗎 你一個給龍主端茶送水的下人 居然敢以下犯上 安律當諸 你其大人是龍門的人 茶童 原來威震天下的神武王 竟然是端茶送水的下人 三叔 別吹了吹牛吹大了 吹啥牛啊 天兒 這是造勢 哦 我明白了 裝逼 你說什麼呀天兒 你真以為 我們會相信你說的鬼話 你就算真的是龍門護法 今天 也難逃一死 沒錯母親 殺了他們 三叔 要不我們還是走吧 等一會兒有幸福了 就跑不了了 哼 原來你們是靠藥銷撐起來的軟柿子啊 我還以為是什麼高手 你聽見了 在下不才 雖然武藝不高 但是自小耳目聰慧 很多平常人聽不到的東西 我都能聽 所以 你們一家人 都是騙子呀 什麼 半部至尊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哈哈哈哈 就算是靠藥物支撐 也是半部至尊的高手 你們要是不怕死 可以來試試呀 你們有種的試試 藥物再強 也有失效的事 到時候就是你們的死期 三叔 趕緊走了才不走 真來不及了 羅天 我不裝了 我他媽攤牌了 我就是龍門三大護法之一的陸護法 爹 羅蜂就是龍門龍主 什麼 哈哈哈哈 羅天 你這三叔沒睡醒啊 哥這兒做夢呢 哎呀 你幹嘛呀你啊 三叔 你是不是吃藥 把腦子給吃燒了 你是不是吃藥 把腦子給吃燒了 哎呀 三叔腦子吼得很啊 神武 你看看 這是什麼 人門正妖令 人門正妖令 他真的是龍門的人 三叔 這是哪偷來的 什麼能拿偷來的 這是咱羅家自己的 啊 咱羅家世世代代都是震妖家族 而龍門 只是一個在外面捉妖的隊伍罷了 捉妖世家 羅家 這 三叔 什麼是捉妖世家呀 傳說五百年前 大妖出世 帶領妖界 霍亂人間 有一姓羅強者 一人一劍 殺的大妖窺套 建立了索妖塔 鎮守妖關 才得以換來人間百年光陰 三叔 我們羅家 祖上那麼牛逼啊 岂止是祖上啊 我們羅家呀 一池很牛逼的 你知道龍門是怎麼建立的嗎 怎麼建立的 就是當年你爺爺 遊戲人間捉妖太累了 後來呢 打的所有吃力臣服 最後 成立了龐大的龍門 弄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爸 真的是龍門門主 天真萬缺 怎麼能可以這樣 怎麼後悔了晚了 昨天 我覺得 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哎呀我們這 我一定好好對你 好不好媽 哎呀 你這是幹嘛呀 我們分都分了這樣不好啊 你說是不是再說 誰讓你之前有眼不識這相遇的 現在想了 天下哪有那麼好事情 再說了 現在啊 他是我們 我們已經正式定婚了 我們 說是 是 是啊 是是是 好了 你可以滾了 等於什麼 誰知道是真是假 就這樣 不許騙我 你們羅家確實厲害 不凭你一個人 你不能阻止我 煉化他體內的大成聖體 成功先到 如果是我呢 龍 龍門龍主 爸 您怎麼來了 我怎麼來了 我來看我的寶貝兒子 我怎麼來了 啊 順便看看我未來的兒媳婦 叔叔好 哎 好好好 哎羽柔 剛剛你們不是定婚了嗎 怎麼還喊叔叔呀 爸 哎好好好 初次見面啊 送你一份小禮物 希望你能夠喜歡 啊 這是至尊法門 啊 謝謝爸 哎呀喜歡就好 小五啊 見到本王怎麼還不行禮啊 應該怎麼辦 皇上 羅皇你是龍門門主 我是神武王 你當真以為我懼怕你嗎 這是至尊這個先期 臨近突破 神武王果然大才 神武王已成至尊強者 今天就是你們的死期 屈屈至尊而已 天兒啊 啊 你小子要對自己有信心 你在山裡面已經修煉這麼久了 屈屈至尊而已 你也傷不了你的上 沒錯 殺 我去死 不要我 你你 你竟然敢反對你母親 沒讓開 母親 羅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與親與理 都不應該殺他 要是你想殺他 就把我一起也殺了吧 你以為我敢殺你嗎 仙道紀元盡在咫尺 就算你是我的親身女兒 我也不會對你手下留情的 那你就把我一起殺了吧 你 對 嫂妹 玉妮 你這個瘋子 怎麼趕緊自己欺生女兒 弄得下你這手啊 嫂妹 我給你喝藥 嗯 三叔爸 怎麼辦 無藏俱 pic呢 救不了了 那是不是死定啊 我不相信 我會養生光 我可以給他 sex world 鍍氣的 我一定能把他救活呢 羅天你 吧 你的 你這什麼壞事兒 居然年是從近的沈武王 你沒有把破開他的 物體精神 假的吧 我一定是在做夢 難道他也是一 是最強者 一個物體精神 既然你全破不了你的精神 那我就千千百千 浩天 放心天然沒事 你夠了 你是 我二羅天真有仙人之姿啊 天白就是仙人 我知道 浩天 全致力啊 無論如何 只要替玉宁放仇 我殺了你 我說你有完沒完 是自己傷害 你不要怪我還偷炸 是因為你兒子 你才是最為貨仇 是 我 人家籌碼 幫 許許我 你 廢話少說 你都不會一致 我 我 平兒 就用我教你的那幾套健身操 給我好好的做的 還想用健身操來打敗神武王 你做夢吧 就算你實力再小又如何 還不是像狗一樣躲著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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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而是仙人 難道是至尊性上的那個仙人 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是仙人 你是在騙我天兒全力運轉工法 讓他看看我有沒有在騙你 神出鏘 清靈將真是仙人 是這麼年輕的仙人啊 我 神武 你可曾贏氣 剛才想 傻子 清二 你也大了你自己看著辦吧 看就算了 清二 你如果說今天放了神武的話 那以後 對你可是破犯無情了 他可是多想殺你 都已經是仙人了 他們再來打擊爆裹 還沒逃過我 靖兒 你自己看著辦就行了 慘政我們這些老傢伙 只是給你出一些建議而已吧 行吧 就親親兒子吧 可以走了 你真的不想讓我們走 你是雨寧的母親 雨寧是我的朋友 我怎麼不能 對朋友的母親下手 真是害怕 少數大德不下慚愧 母親 我願意做為你的茶頭 誰是左右 你怎麼能給這種人當努力 少數會為天人 能做他的茶頭 他是我們的福分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 快跪下 少數請是罪 少數是罪 你都起來了 少數如果我不答應 我們絕不站起來 我答應你 快起來 跪下 哦 少數 我要去處理他們 樓天啊不 仙人 求您把我當作屁方了啊 都是他 都是這個賤人慫恿我的 你 明明是你讓我這麼做的 你放屁賤人 要不是你慫恿我 我會得分仙人 樓天 看下我們會約一場的份上 你饒過我啊 你讓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就是被他們兩個捕獲了 我給你很多錢 很多錢 你以後你放過我 我看 你們都殺了吧 哎 殺殺殺殺 你就是要殺人殺你個大頭鬼 那男的把他們都放了 那不難呢 家兒不得罪 我這人是罪罪可免 活罪難投 讓他們受點處罰吧 好來人 帶出去 哎 我我們自己走啊 小姐 雨妮 真的沒救了嗎 我也無能為力 不過我呢 倒有一個方法可以救 請他門主何事 我兒呢乃是仙人 仙人體內自有仙器 只要能給他住上一仙器 便能讓他起死一生 可是 我不會對仙器 丁二 我教你 啊 是吧 這怎麼不好了 你還嫌棄啊 怎麼了 三叔說 確定 生命體征全無 所以需要進行 體力交換 什麼 那你去吧 但是機長 手 手別亂碰 這就是仙器 石器者 神明不死 這便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仙器 只有仙人才有啊 你別誤會 我在給你看病呢 你活動一下你感覺怎麼樣 我好像沒事了 雲妮 沒事 媽錯了 我以後再也不追求什麼修煉了 哎呀時間過得可真快啊 那一轉眼孩子們都長這麼大了啊 大哥 周邊好像有些古怪 好像被人不能吃證 沒事 小孩子們打鬧而已 婚禮繼續 歡迎各位親友來參加羅天先生的婚禮 羅先生 你是否願意去吳小姐為妻 終身不離不棄 我願意 吳小姐 你是否願意嫁給羅先生 無論貧窮也富貴 始終堅持下去 我願意 好 請羅先生為吳小姐戴上新婚戒指 我不同意 大哥 哥這真的不管嗎 是行 那孩子我先帶走了 來跟著三夜快走 一牛 宇柔姐 對不起了 羅天也得有我一個 這 這是怎麼回事 羅天 你賺了我這麼多便宜 就想不負責了 我不過就是親了你一下 我還是為了救你 親我一下就不用負責了嗎 我告訴你 你今天必須跟我走 想從我手裡搶男人沒門 我怎麼發揮不出之前的修為了 因為我在這附近都設下了步法 現在我們倆的水平是一樣的 你們不要再打了 你們不要再打了 你少還真是 你們要是再這樣下去的話我就不客氣了 你們都不聽話是吧 定 現在你們冷靜點了吧 羅天 你混蛋 羅天你放開我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啊 能不能都冷靜一點 那你對我負責呀 你感恩 你們都是好姐妹 沒有必要鬧到現在這個地步吧 姐 哦 哦 我古語您曾發過誓 水若救了我 我被跟定了誰 我總不能兩個都取了吧 你想的美 就是 哎 小小姐姐對不起了 師父說姐夫的仙氣能動我成仙 妹妹我也想分一分分 你休想 他是我的 哎 玉妞 玉柔 沒什麼 我的千年內提啊 未來成就半仙 也不是沒有可能嗎 不如 就讓天兒把他收了 年輕人的事 咱家老東西 弄到產業了啊 走吧 姐夫 你現在是我的人了 這是什麼 這是我師父特製調製的魔幻 器 就算是仙人也能一滴的 羅天 你就從了我吧 姐姐 對不起 你是怎麼做到的呀 你說呢 要不然我這一年的歷練不就白費了嗎 你說要是小小知道 自己被我的幻術給迷暈了 他會怎麼樣 你真壞 哎 怎麼 你還想我給他給勾走啊 才不能 那我們 抓緊時間 生個寶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